今晚给你分享一个睡前小故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小镇上 住着一位叫玫瑰的少女孩 她有一头乌黑的长发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她总是笑咪咪的 非常可爱 她有一颗善良 乐爱大自然的心 镇上的人们都非常喜欢她 一天玫瑰在一片废弃的花园里面 发现了一株枯萎的玫瑰花 她心里非常难过 因为她知道这株花已经失去了生命力 然而她并没有放弃 决定用自己的爱心去拯救这株玫瑰花 回到家里玫瑰用一个大瓶子装满了水 然后带着这个水瓶来到了那片废弃的花园 她将水慢慢地浇在了那株玫瑰上 祈祷着她能重获新生 从那天起 她每天都会来这里给那株玫瑰浇水 并给她说一些开心的故事 几天过去了 奇迹发生了 那株玫瑰开始重新发芽了 长出了新的叶子和花朵 玫瑰看到这一幕 高兴地跳了起来 她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这天玫瑰的好朋友小明来到了花园里 她看到了那株重新放花生机的玫瑰花 感到了非常的惊奇 她问玫瑰 这是你中的吗 玫瑰笑着点点头 说 是的呀 我要用我的爱去关爱每一朵玫瑰花 小明被玫瑰的话深深感动 她感慨地说道 玫瑰你是一个善良和乐心的人 让我感到非常感动 我也希望我能像你一样 去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事物 时间过去了很久 那株玫瑰越长越茂盛 在玫瑰花周围 也开了许多美丽的花朵 它们逐渐形成了一座花园 每当有人经过这片花园时 都会被这株玫瑰花吸引 忍不住停下脚步来欣赏它的美丽 而玫瑰也成为了镇上有名的人 大家都非常喜欢跟它交朋友 向它学习如何去关爱大自然和身边的人 有一天 镇上弄了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 在活动现场有一个义卖的摊位 正在售卖着各种的植物和花卉 玫瑰也带着自己培育的玫瑰花 来到了这个义卖摊 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庆祝活动 做一点贡献 在义卖摊位上 玫瑰遇到了一个陌生人 他看上去非常烦恼 正因为他的妻子喜欢玫瑰花 但他却不知道去哪里买 玫瑰看到他的样子心生同情 便主动与他交谈起来 陌生人告诉玫瑰 他的妻子生病了 他非常需要一束玫瑰花来提振心情 但是他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 心里非常着急 玫瑰听到这儿 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带来的玫瑰花送给了陌生人 希望他的妻子能早日康复 陌生人感激涕零地接过了玫瑰花 感谢地说 谢谢你 你真是个好人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善心 玫瑰花笑了笑说 不用谢 我只是一个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希望你的妻子能够喜欢这束玫瑰花 陌生人被玫瑰的话感动了 他也决定为庆祝活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在意卖摊上买了一些植物和花卫 然后免费为路人发放这些植物和花卫 希望大家也能像玫瑰一样关爱身边的人和大自然 玫瑰用他的爱心为大家带来了一片美好 我们大家也应该像他一样去关爱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物 晚安好梦哦